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季中 他的美丽与深情已经深深打动人心 第二季他将如何突破自我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仿佛能看到他在荧幕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而张婉逸 邓归和谭剑刺 他们各自的角色如同多灵镜 每一面都充满惊喜 使整个故事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立体 这四位演员的合作 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接力赛 每一部都扣人心弦 《长相思》第二季的到来 就像是夏天的一道甜品 让人期待 让人兴奋 7月10日 我们不见不散 一起走进这个古风的世界 感受那份独特的情感纠葛 咱们的小子子杨子珍是长相思里的那颗璀璨明珠 他的演技就像夏日里的冰淇淋 甜而不腻 让人回味无穷 但你知道吗 这第二季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哦 还有张婉逸的机灵小脑袋瓜子 邓归的英勇伸手 谭剑刺的深情眼神 简直是豪华阵容 每个角色都像是一道美味佳肴 让人垂涎欲滴 网友们那叫一个热情似火 你听听他们的评价 有的说 哎 我这新歌早就等着长相思 第二季开播了 杨子的演技简直就是行走的教科书 还有些网友调皮的调侃 腾讯这回吃下了血本啊 这么多大排剧一块 不追都不行 简直是在诱惑我们嘛 更有人期待的眼睛发亮 希望第二季能延续第一季的火花 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泪点 至于剧情嘛 就像是个神秘的迷宫 第一季留下的线索就像是一串串珍珠链 引人深思 预告片里那些眼花缭乱的画面 仿佛在告诉我们 第二季的故事将会更加曲折离奇 每一集都是个小型惊悚片 这样的剧情 你不紧张都不行 简直就是在吊我们的胃口 而网友们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幽默感 各种搞笑评论层出不穷 让整个讨论区都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 像是在看一场欢乐的喜剧表演 总的来说长相思第二季 真是让人既紧张又期待 就等他揭开面纱 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心灵的盛宴啦 那部让粉丝们望眼欲穿的长相思第二季终于要来了 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颗重磅炸弹 网友们已经开始各种花式调侃 有的说 哇 这阵容 简直豪华到导演的给每位主演发个大大的鸡腿吧 毕竟演技好 待遇也不能差嘛 还有人搞笑的警告 看这部剧的时候 记得带上纸巾和零食哦 你可能会因为剧情太感人泪流满面 也可能是因为饿得太狠而忍不住想偷吃零食 这可真是笑点与泪点齐飞 让人既期待又紧张 此外 杨子的角色在第二季终将面临更多挑战和成长 他的演技将再次得到全面展示 而张婉毅 邓为何谈见次的角色也将有更多层次的展现 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将更加厚人心弦 观众们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发展 还能感受到演员们的深情演绎和精湛表演 大家伙儿的心都悬在半空中 就像在问 这剧集的热度能持续多久 口碑能不能跟得上呢 毕竟热度是吸引眼球的磁铁 但口碑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 剧情的紧凑有深度 角色的鲜活立体 演员们的演技要是再加分 那这部剧就真的是赢麻了 所以长相思第二季能否在热度和口碑之间 找到那个完美的平衡点 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咱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这部剧会不会像它引发的热议一样 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的双重盛宴吧 每年暑期档都是古装剧的天下 这个暑期档也将迎来多部古装大剧 像罗云熙、宋毅的《严新记》 以及赵金脉、张灵鹤的《杜华年》等等 但最受期待的古装剧 莫过于杨子携一众原班人马 倾力打造的《长相思二》 也是最具爆款箱的剧集 本来两季是一次性拍完的 但广电新规规定 超过40集的电视剧不能联播 所以拆分成了两季 第一季39集、第二季21集 所以第一季播完后 第二季还得等 第一季去年暑期播出后热度就居高不下 偏偏大结局卡在了观众最心梗的地方 小妖为了枪弦的大叶 答应嫁给赤水风龙 这一举动造成了另外三位男主的黯然神伤 当时观众恨不得第二季立马台上来 等了整整一年 第二季终于有消息了 根据鹅厂此前的招商 以及主流媒体都宣称 《长相思二》将于7月10日播出 作为鹅厂决战暑期当流量大战的一张王牌 《长相思二》有着原班人马和精彩加倍的全新剧情 绝对是暑期古装剧的最大王炸 如果说庆余年二是男品剧剧王 毫无疑问《长相思二》就是女品剧王》 《长相思二》的演员阵容上并没有变动 而且第一季的热度加持下 一众主演的热度和人气还有了大幅提高 更是能为剧集带来更多的竞争力 杨子、张婉逸、邓威和谭剑刺等演员的表现已经深入人心 他们的回归无疑为第二季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值 观众们不仅期待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还希望看到角色们在新一季中的成长和变化 此外 第二季的制作团队也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和资源 力求在视觉效果和剧情深度上都达到新的高度 预告片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 已经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 总之《长相思2》不仅是暑期档的一大亮点 更是古装剧迷们的一场盛宴 期待它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首先 杨子作为女主角的表现令人瞩目 第一季播出时 几位男主的人气显然不及杨子 但《长相思》播出后 关于演员和剧情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成为去年战内最热的电视剧 杨子的抗拒能力和出色的流量号召力得到了验证 成为90后花旦中作品实际最出色的一位 后续播出的《要九九爱》和《成欢记》等作品 也取得了不错的热度 杨子的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顶峰 此外 张婉义 谭剑刺 邓贵和王红义四位男主 通过第一季的精彩表现 收获了不少红利 各自涨粉无数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 特别是张婉义 谭剑刺和邓贵三人 男主剧不断 许多人在这部剧中 get到了几位男主的高颜值 如今第二季 小妖又带着她的盛世美男们回来了 白衣白发 仙气飘飘的大荒武力值第一的大妖香柳 温柔善良 温润如玉的青秋翩翩公子涂山景 还有贵气迷人的表哥枪玄 每一位男嘉宾都有众多粉丝 帅气的他们也各有迷妹 但这一季属于黑帝枪玄的主场 大家将见证西岩一代帝王的诞生 在剧情上长相思二将以第一季的大结局为开端 小妖为了枪玄 答应嫁给赤水风龙 香柳为了小妖的幸福 在大婚现场霸气带走小妖 枪玄因极度和心魔 在爷爷的帮助下 在幻境中诛杀涂山景 再加上后续各族的大战开启 香柳和赤水风龙相继战死 剧情无比虐心 将整个故事线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第二季仍有不少看点 妖景分开 两人心如死灰 香柳自知不能给小妖未来 告诉了她一切真相 小妖回到青秋和景和好 为她调理身体 两人一起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重归于好 举办简单婚礼归隐 几人错综复杂地纠葛在这一季 会画上圆满句号 当杨子的INCE帐号正是得到官方认证的那一刻 整个网络仿佛都沸腾了 这位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女演员 再次用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 杨子的粉丝们纷纷表示 又多了一个可以近距离感受偶像日常的平台 幸福感爆棚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杨子在《巴黎火炬手之行》中的精彩瞬间 感受她在异国他乡的点滴生活 而杨子在拍剧《国色芳华》中的精彩表现 也无疑将成为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大家纷纷猜测 在这部剧中 杨子又将塑造一个怎样的经典角色 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 与此同时 杨子在2024年上半年的成就也让人瞩目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白玉兰士》后的提名 这无疑是对她演艺事业的高度肯定 而她的作品《成欢记》更是大爆剧上星 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 作为杨子的粉丝 真是好幸福好充实啊 在杨子的ins账号上 我们还可以重温她在长相思中饰演的小妖一角 这个角色是杨子演艺生涯中的右翼经典之作 她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深情 坚韧 勇敢的女性形象 每当回想起小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粉丝们都会感慨良多 有的粉丝表示 小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印象深刻 有的粉丝则感叹 杨子的演技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在杨子ins认证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的搞笑评论 有的网友表示 杨子ins认证了 那我的赶紧去关注一下 不然我就out了 还有的网友调侃到 杨子ins认证了 那我是不是也得去把我的ins账号认证一下 这些搞笑的评论不仅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也让整个氛围变得更加轻松愉悦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的期待和祝福 他们希望杨子能够在ins上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事情 与粉丝们更加亲近 同时他们也祝愿杨子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杨子ins的正式认证无疑为他与粉丝之间搭建了一个更加亲密的交流平台 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 明星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行举止 往往会被放大和解读 引发各种争议和讨论 对于杨子来说 ins认证不仅是一个与粉丝互动的机会 也是一个展示自己真实生活的窗口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因为一些无心的言论而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 它既可以让我们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 也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信息检防和群体极化的陷阱 因此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避免被一些极端言论和观点所左右 总之 杨子ins的正式认证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此外 杨子在2024年上半年的成就也让人瞩目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 获得了白玉兰事后的提名 这无疑是对他演艺事业的高度肯定 而他的作品《成欢记》更是大爆剧上星 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 作为杨子的粉丝 真是好幸福好充实啊 在杨子的ins账号上 我们还可以重温他在长相思中饰演的小妖一角 这个角色是杨子演艺生涯中的右翼经典之作 他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深情 坚韧、勇敢的女性形象 每当回想起小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粉丝们都会感慨良多 有的粉丝表示 小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印象深刻 有的粉丝则感叹 杨子的演技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